马太福音第十二章 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 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碎来吃 法利塞人看见,就对耶稣说 看哪,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 耶稣对他们说 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 你们没有念过吗? 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舍饼 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 唯独祭司才可以吃 再者,律法上所记得 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 还是没有罪 你们没有念过吗? 但我告诉你们 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 我喜爱连续 不喜爱祭祀 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 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 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耶稣离开那地方 进了一个会堂 那里有一个人 哭干了一只手 有人问耶稣说 安息日治病 可以不可以? 意思是要控告他 耶稣说 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 当安息日掉在坑里 不把他抓住拉上来呢? 人比羊何等贵重呢? 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 于是对那人说 伸出手来 他把手一伸 手就付了缘 和那只手一样 法利塞人出去 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 耶稣知道了 就离开那里 有许多人跟着他 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 又嘱咐他们 不要给他传明 这是要应验先知 以赛亚的话 说 看哪 我的仆人 我所拣选 所亲爱 心里所喜悦的 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 他必将宫礼传给外邦 他不争敬 不喧嚷 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 压伤的芦苇 他不折断 将残的灯火 他不吹灭 等他施行宫礼 叫宫礼得胜 外邦人 都要仰望他的名 当下 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 又瞎又哑的人 带到耶稣那里 耶稣就医治他 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 又能看见 众人都惊奇 说 这不是大魏的子孙吗 但法利赛人听见 就说 这个人赶鬼 无非是靠着鬼王 别西普啊 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 就对他们说 凡一国自相纷争 就成为荒场 一城一家自相纷争 必站立不住 若撒旦赶逐撒旦 就是自相纷争 他的国 怎能站得住呢 我若靠着 别西普赶鬼 你们的子弟赶鬼 又靠着谁呢 这样 他们就要断定 你们的是非 我若靠着 神的灵赶鬼 这就是神的国 临到你们了 人怎能进壮士家里 抢夺他的家具呢 除非先捆住那壮士 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 不与我相合的 就是敌我的 不同我收据的 就是分散的 所以我告诉你们 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 都可得赦免 唯独亵渎圣灵 总不得赦免 凡说话干犯人子的 还可得赦免 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 今世来世 总不得赦免 你们或以为树好 果子也好 树坏 果子也坏 因为看果子 就可以知道树 毒蛇的种类 你们既是恶人 怎能说出好话来呢 因为心里所充满的 口里就说出来 善人从他心里 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 恶人从他心里 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 我又告诉你们 凡人所说的闲话 当审判的日子 必要聚聚共出来 因为要凭你的话 定你为义 也要凭你的话 定你有罪 当时 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 对耶稣说 父子 我们愿意你 显个神迹给我们看 耶稣回答说 一个邪恶 淫乱的世代 求看神迹 除了先知 约拿的神迹以外 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 约拿三日三夜 在大鱼杜妇中 人子也要这样 三日三夜 在地里头 当审判的时候 尼尼威人 要起来定着世代的罪 因为尼尼威人 听了约拿所传的 就悔改了 看哪 在这里 有一人 比约拿更大 当审判的时候 南方的女王 要起来定着世代的罪 因为她从地籍而来 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 看哪 在这里 有一人 比所罗门更大 乌鬼离了人身 就在无水之地 过来过去 寻求安歇之处 却寻不着 于是说 我要回到 我所出来的屋里去 到了 就看见里面空闲 打扫干净 修饰好了 便去另带了七个 比自己更恶的鬼来 都进去住在那里 那人幕后的景况 比先前更不好了 这邪恶的世代 也要如此 耶稣还对众人 说话的时候 不料 他母亲和他弟兄 站在外边 要与他说话 有人告诉他说 看哪 你母亲和你弟兄 站在外边 要与你说话 他却回答那人说 谁是我的母亲 谁是我的弟兄 就伸手指着门徒说 看哪 我的母亲 我的弟兄 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就是我的弟兄 姐妹和母亲了 我亲爱的父亲 我亲爱的父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